大家好,今天是同日,5月28日星期日 今天早上出了第一集,现在出第二集,总共有四集 梁振英的香港乱局,由2012年开始上任行政长官 到下个月尾,即2017年6月底完结 这次来到第二集,一定要说,梁振英的时代 这个都可以说是一个签名,就是占中 这次所说,占中是香港撕裂的源头 虽然31度,但今天也不是太热 游完水,回来,喝杯东西,一边说,其实很放鬆 比平时下班回来,很赶快地说 说梁振英是不能不说占中的 因为占中的占领行动,即占领运动 在香港来说,前所未有 它不是一个暴动,其实占中不是一个暴动 占中是一个,你可以说是一个运动 不过我们之前也说过很多次 就是说,我不知道它搞来做什么 我就是,这个问题就是,我不知道它搞来做什么 就是这样的,还有我很奇怪就是它搞到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占中就由占中三次,就是发起的 所以说了很久,就是这个 因为人大在831,就是8月31日 在13年就下了一集 就是,加了一个框架在这里 就是限制了这个双普选 限制了这个双普选 当然就是,当时选立法会 和现在选行前长官 长程不说了,因为如果长程不说 因为这么多个项目长程不说 我想说几天都说不完 那就是,已经说会有一个大型的行动 就是占领中环 占中就是占领中环 由占中三子,就是戴耀廷为首 就是那几位 接着有韩文思潮的王之锋 鶴链,大家上网可以看到很仔细 为什么他搞得到呢? 因为这个世界上从未有一个地方 就是,有人说明会贴令你那个地方 而那个公家的地方 居然就没有人做出行动 喝他做,喝他搞都可以 可以,就是这么奇怪 可以,就是在香港才做得到 所以这个,袁国强这个律政司 都真的要打靶 现在就有说 其实袁国强有说他不留任 但是因为呢 中央就很生气 因为呢 14年尾到现在17年 居然最主要的头头黎智英 佔中三子,学民思潮,学联 那些还在那里 游游荡荡荡 上电视台说话 没人抓 那就是他会做多一年 清掉这些首尾 我相信是阿爺要他这样做 我见的律政司 黄仁龙和他都算差 但黄仁龙更好一点 曾蔭权时代的王雄龙更好一点 因为当时没什么大事 但是在梁振英年代 就这么多大事 就在最近 现在他才的那个 王俄方那件事 之前都没动 什么事都没发生过 几年都没 我相信是中央私下 那样是不行的 這傢伙想離開 因為你曾經做律政司 再做律師大狀的話,你的身價不一樣 但不讓他離開 麻煩你多做一年,再做蘇州市 佔領行動分出黃絲帶和藍絲帶 藍絲帶是支持政府的 即是支持佔中是違法的 黃絲帶就相反 黃絲帶就是佔中是對的 後來過了佔中後,就有淺藍、淺黃 後來不知佔中要搞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 他們是反對人大831決定的政改 但當時立法會一定過不了 因為泛民是佔大多數 而最後建制派還弄出等埋法宿事件 簡直是大比數大比數輸 這個政改又沒有通過 而今屆選行政長官 有提到政改 但接著林鄭月娥已經說 在他這一屆內 都未必會再提政改 除非大氣候合適 什麼是大氣候合適 我們已經分析過幾次了 我是林鄭月娥也不做 我是爺爺也不做 對不對 所以這個佔領運動 基本上是前所未有的 在歷史上有個名字 不過我覺得很無謂的一個運動 這個運動 並不是因為梁振英而發起佔領行動 因為梁振英也沒有那麼厲害 只不過是人大的決定 但是梁振英最大的被罵的地方 就是扔了17個出雷彈 就是扔了17個出雷彈 接著在過了幾天之後 梁振英被市民發現 他是把橡膠子彈運回正中 而當晚 所有的沈祖堯和馬道立都去過了 因為大家弄清楚 佔中其實沒有佔領到中環 最後就是正種外面 銅鑼灣旺角 旺角我很記得 就是在彌敦道 先師的十字位都坐滿了 其他都是零零星星 沒有佔領到中環 最後就是龍和道下角 就是曾建超七景 就是最後最激烈那次 政府就出了速龍小隊 收拾了他們 接著到聖誕前就清場 就完結了這場79天佔領行動 有很多陰謀論 背後的金主就是黎智英 黎智英 背後的就是美國 美國佔領行動 搞到你出坦克車 搞到你流血死人 股市大塌 賺錢 其實我覺得美國佔領行動 而幫美國佔領行動 因為歷史不會重複 如果只有梁振英 如果只有梁振英 就會重複 但是爺爺的 怎麼會打你 你是自己人 學生是摸打 對嗎 坦白說 手無寸鐵 即使是龍和道下角 老實說 有些水樽 有些盾牌 都不是殺傷力的武器 對嗎 跟政府 或者 防暴警察 速龍小隊 那些武器就不能比 那 由這個佔領行動 後面 我們看到 有反水火行動 有救烏行動 反水火行動 就是在粉嶺 地方那些 踢行李箱 趕水火客 其實我們也說過 水火客是趕不到的 你趕了那些正常來買東西的客 那麼救烏行動 救烏即是購物 即是國語的購物 那麼 在這個旺角 你進去 你進去 那些珠寶店買東西 就有幫人跟著你 即是 對著那些黃 黃色的Banner 這樣 現在當然沒有 只顧著那個 我要真補寸 這樣 那麼 這些都是後期 出現了一些激進的行動 亦都是令到香港 撕裂的源頭 即是家裡的 爸爸和媽媽就不對 兒子和女兒就不對 爸爸和女兒不對 媽媽和兒子不對 那些 那些 慢慢慢慢地 現在就好 還有一些淺藍 淺黃 那些 中間有很多勇武抗爭的 就是 那些小道師師 我們才知道 原來 找幾個鐵馬去撞 這個立法會大樓 側門的 就是本文錢 那本文錢 就是被黃毓民疏擺的 那 有很多勇武抗爭的 當時抬頭 就是 好像 這個 人力 黃洋達 就是 支流 當時 還有一些 現在 在佔中 那些 還有的 從那時候開始 就勇武抗爭 接著 最高峰就是 16年 的 朗毫方 我們叫魚蛋革命 為什麼叫魚蛋革命呢 就是 因為 警察想 趕在農略年初12 趕那些 賣魚蛋的小飯 那些暴徒 其實那些 其實那些 那些 基本上 就是 那些 派系人士 就 想好 挖定磚 就和警察對抗 扔磚 燒車 那 梁振英 定性為 暴亂 其實梁振英 定性為暴亂 這件事很重要的 因為 暴亂 一抓到 暴亂最起標 就三年 佔中那些 非法集會 教唆 社會服務令 都可以 因為 香港 就搞不到 勇武抗爭 沒有人會附和你的 先喝一口水 所以 很多 當時 已經知道 那些 一定性為暴亂 今年 陸續 有人 被 拘捕 判罪 有三個 女學生已經判了三年 陸續 拘捕 後來拘捕 拘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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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在拘捕 應該 說出來 就有四十幾個 四十九個 所以 我想 梁振英 是學精了 因為 他把 定性為暴亂 就可以發重一點 你一佔領行動 你沒有定性為暴亂的話 起飆 便是社會服務令 然後 和理非走出來了 和平 理性 非暴力 所有 勇武抗爭的 全部都突然理性 蕭若元 黃毓 黃毓民前 退出政壇 本土力量 全部都突然間 本民前 這個 黃陽達 之流 全部都突然間 變成和理非 和平 理性 非暴力 全部 百分百 轉實態 變成這樣 這個魚蛋革命 我相信 在歷史上 都會留下一個 標誌 當然沒有佔領那麼大 但是 我覺得 定性為 在一個這麼先進的國家 定性為暴亂 而有很多年輕人 真的坐三年 甚至五年以上 我相信 歷史上 應該有一個份 然後到立法會風波 這跟梁振英肯定有關 梁頌恆 和尤惠晶宣誓 這個 re-fucking-twinner 開始 其實他們 就學其他議員 以前 即是每一次宣誓都玩東西 但他們就玩大了 搞到 司法覆核 即是梁振英 即時入止 司法覆核 是不讓他們 重新宣誓 然後 人大再第五次釋法 更改這個宣誓聲明 加追溯力 然後 現在有 七位議員 被梁振英司法覆核 如果你問我 梁頌恆、尤惠晶 就死定了 這七位 我相信 根據人大釋法之後的宣誓聲明 一定被DQ 為什麼呢 沒有選 所以當時DQ這個名詞 就突然間 discordify 就是 每個人都說的 這個梁頌恆、尤惠晶事件 當然引發到一大批人 對於梁振英的不滿 為什麼呢 他們是民選議員 特別是黃毓民 有梁振英永無零日 議員 被行政長官司法覆核 再取消資格 我想香港開埠以來 只有梁振英一個 而已 梁振英 為什麼 這麼討厭 呢 因為他們 refucking 就是 他是 惹怒全中國的人 香港 不用說了 現在 過街老鼠 見到地鐵都被人罵 但是梁振英也被人罵 為什麼呢 梁振英 這個 所謂 司法覆核 其他 譬如 長毛 拿著 道具 搖鼓出來 或者 劉小禮 說得很慢 他也是 入旨做司法覆核 即是說 他們是不應該給他們機會再宣誓 根據這個人大釋法 所以他們應該被取消議員資格 這是撕裂的其中一個理由 因為 他們所犯的錯誤 其實跟梁振英尤慧貞是差好遠的 那 梁振英這種好勇鬥狠的性格 也是香港撕裂的原因 泛民怎麼妥理呢 你只是逐個逐個我的議員撕查而已 那你建制派的人就讀錯了 人有時候很怪的 喂 難聽你說的 咬起來的時候就不講道理了 這個也是撕裂的理由之一 那 接著 就出現港獨 港獨就是要香港獨 港獨 在這個戰略行動的時候 的確我見過有Banner 即是有直番 就是香港 需要有自治 變身下變身下變身下 就變了有 港獨 什麼叫港獨呢 就是香港獨立成為一個國家 脫離中國 這件事 也都是令到人大釋法的主要原因 因為坦白說 共產黨 是不容許別人鬥他的主權的 你說到主權 在共產黨來說 什麼都沒得談 但是 我們聽就是聽到 實際上 有沒有人真的去做港獨呢 我們要組成一群人出來 我們要有一個 有差不多的組織 謀略 策略 怎樣令到香港 會獨立呢 我就看不到 甚至感認是港獨的 只有香港民族黨 陳浩天 其他那些都是變形扭曲的 有人 懷疑 什麼叫陰謀論呢 就是懷疑 港獨是梁振英和中聯辦放出來的 簡單說 就是 喊捉捉捉 跟著 拿維穩肺 然後邀功 如果 我們真的看回發生的事情 這個機會是很高 為什麼呢 根本沒有 沒有 有恃有組織的港獨出來 沒有 他這班就不是叫做港獨 這班只不過說 我要自主自決 和港獨是兩回事 就是 我們要自己決定到我們自己的行政長官 我們要自己決定到我們的立法會 並不是說我們要自己做一個國家 這是兩個層面 所以 這個 我們有理由相信 都是梁振英和中聯辦的陰謀 所以 第一是騙維穩肺 第二是賊喊捉賊 就是領功 很明顯 很自然地 所有的政策 政改就不用走了 國家要收緊 因為有人搞港獨 但實際上有沒有呢 真正有規模 我看不到 現在這些梁振英和尤衛精 是什麼呢 對 梁振英和青年新政 也不是什麼大黨 臨時臨急組出來的 因為梁天琦失敗了 他們兩個頂上 如果我自己個人意見 覺得他們兩個 為什麽 不妨礙你都去宣誓 其實背後的人 offer給他們的好處 就是 我幫你們選組做議員 沒有其他好處 你們自己搞 但是 憑這兩件彈省做議員 一個月14萬 對不對 所以 如果沒有議員做 他就total lose 輸了官司 破了賊 所以 如果背後真的有組織的人 去搞港獨的話 怎會是這些料子走出來 對不對 還未有這幫人救班 所以 港獨的陰謀論 我自己 基本上是覺得 有這件事 就是說 真是梁振英和中聯辦 賊限觸賊 搞出來 現在就可以雷厲風行 不可以領工 但是 這是什麼 是看不見的敵人 都沒有這個敵人 這個敵人都未出現 那你打什麼呢 對不對 好了 第二輯 講完 下一輯 都厲害 大家一直聽 我講回梁振英 在五年裡的事 所以大家覺得 為什麼會這麼撕裂 發生這些事 自然會撕裂 沒得搞的 前所未有 之前從未試過 我想下一屆都不會的 就是說 林鄭月娥會去司法覆核一些議員 在宣誓的時候 去用搖鼓 我覺得她不會 是不是 下一集都厲害 就是講 許氏仁入獄 接著就是曾蔭權入獄 還有西九故宮博物事件 其他 希望大家留意 梁振英的管治 2012至2017第三集 好嗎 下次再和大家見面 拜拜